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講 我會再買一間房嗎 前一陣子這個房價 是暴漲 可是最近 房價開始 還漲 不能說不會漲 是還漲 那這位親友就問我說 他會不會再買一間 就是一直想要再買一間 當時跟他講的這個運程 是在 四五到五四會買 可是在三五到四四的時候我當時沒有看 他已經買了 因為親友並不是正式的算命 所以我並沒有把他的一生全部把他看完 那 四個 三年 大概三年的時候 他又來問我 最近 在2020年的時候 曾經買一間房 那我們要看他本來的格局 必須做什麼才能賺到錢 不能說我不管 我只是就是 看那個運會不會買房子 這樣子有一點 模擬兩可 這樣不是在論迷 我們要看他一生 的脈絡 這七薩是在虛工 天羅地網嗎 我不覺得他有天羅地網 我沒有覺得他困住啊 常常出去玩 這常常旅行啊 射出季嘛對不對 射出季 既然有射出季 是不是要移居 奔波 以前其實沒有奔 尤其在二五到三四的時候 據我所知他並沒有奔 因為當時他做的 職業 跟奔波沒有關係 你看這天馬也是叫你要動 可是在辦公室裡面怎麼動 有當過教書的 教 教語言 哪一種語言不能講 教語言 這個七薩加地空 金空則明 那你要做對事情才能明 一明驚人 才帶天行 最簡單的講說天行是不能犯法 可是他有法規的意思 所以他現在做跟法規有關的東西 這是 對的 金空則明你不能去領固定星 固定星其實 很難明 好有人會說 可是我是當主管 我是當那個 一級主管 也可以明 好那你請你外出 到外地明 這個外地才能明 到外地才可以 所以自從他開始能跑外地之後 才開始好 你看這二五到三四也是射出權 命裡面有多少射出 一個 兩個 三個 我還沒有看反攻 我只說射出而已 這個是奔波人生 標準的奔波人生 請你完成奔波這件事情 你要移居也可以 但是你的運程要你再奔 你再奔 你就要得要奔 這個媽媽其實蠻強勢的 這個是乙姬涼 天涼 自化泉 太陽 自化泉也強勢 天涼自化泉更強勢 完全壓倒性勝利 事實上也是如此 這爸爸應該是哀悼 那請問 七剎加地空比較強勢 還是五曲化泉加天向強勢 其實硬起來說其實很硬 那這個也是蠻一絲不苟 一板一眼 所以這個要婚配的話 直接找這個一板一眼的人 一絲不苟的 而且適合當官 他是天象型 而且自化科假連破五陽 胡取自化科 有比較小心形勢之意 那這樣子 夫妻化泉 其實不會離婚的 那你為什麼不藉由他 來幫忙買房呢 事實上他們也是這樣子 買在這一年 但是 真正在入手或是買賣的年 如果是在三五到四四 異動 你早早看這個 這時候 你做田財工的時候 但是我沒有說那要那麼low 就是說做田財工 我要買房 不是這意思 是田財工 是因為這些心嗎 不是 不是有自化泉嗎 這自化泉要幹嘛 沒有主心 所以沒有房 可是人家的房子很大間 現在應該 這個 不會再信任那種 沒有主心所以不會有房的事情吧 應該沒有這種事情 這個自化泉 或聚 聚門自化泉 聚門是方正 但是聚門也有一些幽暗跟潮濕之意 但是他也有大 空間大 大 巨馬就是大 路也是大 泉也有大 但是他還是有細微的意思的不同 在這時候動 這時候動 我論過很多人 在這種地方都是會動 為什麼 因為他跟田宅有關係 我做田宅的時候 跟他有沒有關 有關啊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主心啊 聽得懂嗎 自化泉 那到這邊也就是大拳 是不是都要動 是 先抓這兩年 一條公式 這個運 的田宅公在這裡 餅 筒 在這裡 在這裡 一樣的意思 所以在這時候可以入手 實際上他們在這時候弄 但是因為有 裝修的關係可能在這時候 可是 去看先生 先生大概就在這時候入手 夫妻是不是時間點會不一樣 會 會有差 但是他會有一個容許範圍 時間可能接近 而且 兩個人之間 能不能磨合 跟運成也有關係 你不能說一個是好運 跟壞運 這麻煩 那不是拖累嗎 所以 真正的和婚你要看 這個人的運都很差 這個運好 這怎麼可能在一起 在一起一定分 你要拉他嗎 你願意拉嗎 有時候就是很痛苦 變這樣子 變米蟲 其中誰是在家裡 變米蟲 不管是男還是女 所以這時候 動了 OK 那 在這時候 即將轉運 這個是45 要開始 這45的 田 田 是不是自化權 那自化權主轉變 是不是要搬 要 是不是要更大間 要 本命田宅 左府右壁 能算加一間嗎 那不是加二嗎 再加一 等於加二 天同巨門 天同帶花園的意思啊 今天還有客人問我 那我田宅 天同什麼意思 是孩子房嗎 他不是只有孩子的問題 不是只有孩子的意思 他還帶有花園的意思 天同 實際上現在買的 已經是有帶有 後院花園了 那只有這間嗎 不會啊 有越來越大的意思啊 記 記的自化權 先有一間 再變大間 其實已經是第二間了啦 但第一間 是有繼承的關係 誰繼承的 這個是親屬繼承的房子 親屬 給的 從那邊來的 是這個意思 從那邊來的 我不是送命犬入父 所以 這個四五到五四的 這個大田 乙基 跑到哪裡 天基星 這一年嗎 走到這一年 人家會發瘋 會受不了 他是一個簡易看法 就是 大 田 入 入 和 公 來看 但是這樣就難一點了喔 你要說這個我都要那一年的時候留命在這時候 命主通常會發瘋 那我可不可以留命在這裡的時候 那這邊留田 可以 但是只有那一年嗎 問題是我的運歸運 時機歸時機 現在升息 不斷的升息 現在自備款是比較低 如果利息低 那自備款就會高 這都是一個商業的模式 這個經濟循環本來就是這樣子 可以在這時候 可以在這時候 2028 2028 我寫這樣子 2028 2028 這個時候 它是一個時間點 但不是只有這個時間點 因為要付算很多的東西 有流年的天蓋嗎 世話嗎 比如說 還有一個簡單的手法 你這個田宅公 沒主心對不對 你知道他畫柯嗎 左五可以畫柯嗎 右邊可以畫柯的時候嗎 這個也是啊 加上去啊 沒有主心 那你讓他畫路 不就好了嗎 可以這樣拆擠 但是這個人付得起錢嗎 對我們知道那個時間點可以買到 好的房子 增值的房子 賣掉房子 錢多 但買得到嗎 能買嗎 有錢買嗎 這個 丈夫 社出權 他有沒有去 外地 出差 賺錢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他會避應他 因為這個命盤 會看出他身邊周遭的人 應該怎麼做 就是他會影響他 直接性的影響 他該出去 他也該出去 那為什麼晚年不去 國外定居 能一起奔波嗎 也可以 可是做的產業是完全 不一樣的產業啊 怎麼辦 那國外定居可以 但是他們都要各自奔波 那這樣家怎麼維持 這就是人生的大考驗 你提早布局去想怎麼解 才有辦法 有些事情是需要一些時間 如果 已經到了一個很 中年 比較老的年紀 你怎麼處理 怎麼辦 聽說為了小孩就是 就 不要領那麼高薪水 然後在 台灣而已 能不能一起舉家到國外去呢 可是 一個人可以去那邊工作 那另一個人怎麼辦 做的產業不一定在那邊 他吃香啊 對不對 好 而且人生地不熟 又沒有親友 對不對 那你多去旅遊嘛 所以45到54 這邊有個社主權 就是要到外地 還是要到外地 不到外地 這個權壓力重重 千以物貪 千祿祿財 千祿祿大命 就大千祿祿大命 你沒納這一條不是可惜嗎 不是浪費嗎 先生在這邊 先生 45到54 先生會不會拒賺錢 會 因為 假 連嘛 要關入入財 不就OK了嗎 繼續 找先生 灌錢進去 買 就好了 因為這邊的款可能會 如果沒出外那真的是不夠 如果出外的話 那是有解 加上有一些下屬幫忙 賺錢 這樣就可以 到這個運可不可以再賺 可以 比 銅 不寫那麼複雜 就寫一條 一樣 劃入進來 這邊沒有主心 沒有關係 賺錢 可以再買啊 那到底會有幾間呢 應該會延伸這個問題 我們上面已經算到 大概知道命主下一區要問什麼了 一 二 一個 勿灘陰釉 及 有個路 這個幾公 及五灘兩曲 這邊有個路就行了 三間至少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 只能買房來 解決這個財的問題 這個財跑哪裡去 才自衝 剛剛算這個是叫奔波 可是跑到福德宮 怎麼存錢 有錢 高級的 享受 買好的東西 論誰 我都會這樣講 我們這一行有個規矩 別人 就是 直接這樣子 問的 我們不能 隨便回答 必須要 正式坐下來 談這件事情 不然是直接 干涉人家因果 坐下來談 對會干涉人家因果 但是這是正式 我們知道該怎麼講 對方 會比較 能好好的 偏進去 而且他的 付出是需要有一些 方法跟代價 因為命帶 八字 扯下八字 帶偏硬 這個銷 升還好不是太強 27分 所以他這還不會 馬上作用 他要去做工藝 他才會順 就是完全的順 把他錢會灌得更多 在這個 享受上面 會認為就是因為一直花錢的關係 所以就會比較 難存錢 反正都要用好的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變成是買房購物 好不好 就是買好一點的房子其實也是可以啦 就是傾向就會這樣子 我不能是阻止這一條就讓他消失 擦掉 不行 沒有這種事 能擦掉大家可以改命了 不是這樣改的 以上 就是本期視頻 七煞在虛工 能不能再買房 可以 而且也不只一間 為什麼這時候不會 這時候的便宜 自化科 全的自化科 還裝修的蠻漂亮的 好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老陳 我們下期再會 拜拜